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在今天台股一开盘当然立马要去解决 也就是做一个补跌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开低之后就一路的向下压低 盘中一度大跌将近300点跌了290点 不过索性即便当时跌破了16400点之后 不过低档的一个买盘依旧还算是十分的一个强劲 所以跌势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反而在终究在这个比较靠近尾盘的时候 只是我慢慢的一个跌高 最后有收敛跌势是下跌177点 那基本上也等同是怎么样 留下了100多点的一个下影线 那成交量2782亿 那先来看 今天即便是一个跳空往下开低走低的格局 破了五日线 不过这段时间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从上个礼拜大盘从16162反弹一条 我就告诉各位 接下来大盘进行的是什么 它进行的是一个横向的一个扩底 又或者它在区间的震荡结构里面 要去做一个反复主体的一个动作 好 那你看 从上个礼拜1616反弹之后 先是碰到五日线之后压回 隔一天 在利多的基地又往上突破了五日线 那在放假之前 礼拜五碰到了十日线之后 做一个压回 今天在利空的一个冲击 美股的一个拉回之下 再度的跌破五日线 但是我只要告诉各位的是 行情在上下上下 今天在下来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脱离 我上个礼拜所告诉各位的 现在整个大盘 它所进行的怎么样 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格局 我拿想到目前为止 即便今天是一个跳空下跌 破了五日线跌的将近有200点之多 不过整个区间震荡的格局 并没有被破坏掉 那既然没有被破坏掉 那我们这边 也不用有太多的一个琢磨 好那你不妨来观察一下 如果今天的压回 是因为美股的拉回 那美股为什么拉回 美股为什么在这段时间 它跌的1.6%左右 不外乎还是上个礼拜五 公布的一个非农的 一个就业数字 还不到20万人 只有19万4千人 跟市场预估的50万人 有相当的一个落差 所以很多人担心 那这样子是不是代表 整个就业的一个状况 能不尽理想 好那对于整个景气复苏的 一个脚步 似乎没有大家想象的一个乐观 好那至于说 联准会会不会因为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就业数字不好看 然后就延后 所谓的缩减购载也好 又或者升息的一个脚步 好那因为大家又想说 那你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 那么的一个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的联准会 即便面对这样的一个 就业数字不理想 它应该也不至于 会有所谓延后缩表 或者延后升息的动作 好那等同今天是两个利空 一个是担心联准会不会 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去做一个延后缩表的一个动作 那再加上就业数字不理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呈现了一个压回 好那但是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到目前为止 你说盘面上反应这样的利空 它是一个事实 可是过去 我想就业数字好或不好 其实它一直在跳动 它一直在跳动 只要不是一个经常性的 是一个连续性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压回 那么我认为 还有再进一步观察的一个必要 对不对 那至于联准会 到底它后续的动作是什么 是要缩表 还是有没有可能体检升息 或者这个部分 你等到11月 现在才10月 今天才10月12号 你至少等到它11月 开会的时候 那才会比较明朗 那换句话说 即便它要缩表 最快也是11月才开始 又不是现在 而且它缩表 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 它也不会说 现在我够在1200亿 结果开始缩 我一下都缩到零 没有那么的一个 所谓的造劲 依照过去 你看前一次 量化观众QE 在做缩表的时间 它也缩了多少 它也缩了八个月 十个月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 当然你一个利空出来 盘面上出现反应 很实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大家还是平常心 看待就好 而且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要懂得怎么样 另类思考 就好比说 现在除了说 美股这个利空以外 很多人也在担心 这个所谓的 到中国大陆 这个所谓的一个 能耗双控的一个问题 能耗双控的一个政策 造成了很多厂商 有货出不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营收的下降 获利的一个下降 很多人惨不忍睹 很多人苦不堪言 但是我就说过了 表面上看似如此 限电 当然怎么样 货出不来嘛 对不对 货出不来就出不去嘛 那出不去 营收都出不来 出不来 获利当然就会荡下来 但是我说 如果说长时间这样下去 你想有几家厂商 能够撑得下去 那如果厂商撑不下去 自然会倒闭 但是你回过源头 难道中国的官方 他制定这样的一个政策 他的出发点 是希望让自己 国内的企业 开不下去了 然后倒闭 他的出发点 难道是这个样子吗 一定不是嘛 我说你放眼望去 你能够告诉我 有哪一个国家 有哪一个领导人 有哪一个政策 他会希望他国内的企业 是赶快倒光光的 有你告诉我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真的严重到 连续严重到 你国内的一个企业 都生存不下去了 你想这个政策 他还能够延续下去吗 他不会转弯吗 更何况我说过的 即便短线 这样的一个利空一个冲击 让货出不去 让供给减少了 可是他会不会影响到 长线的需求 就我想讲的 你现在 就有说一开始 这个PCB受到影响 一开始在江苏 对不对 PCB受到影响 被动元件受到影响 这些有很多 都是使用在接下来 一些电动车 或者车用的一个概念 我就请各位去思考一下 现在江苏的PCB出不来 江苏的这些被动元件出不来 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动元件出不来 这些PCB出不来 以后我们不要用电动车了 没人怕 我们不要用电动车 我们继续塞柴油车了 你想 整个趋势会因为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能耗双控 然后未来电动车的需求改变吗 绝对不可能 需求还是在 只不过供给的一个速度变慢 对不对 甚至于供给的一个脚步变少了 那我说过你另类的一个思考 如果需求不变的情况之下 我现在供给变少 我现在供给变少 那会怎么样 第一个 如果过去 你曾经是因为供过于求 所造成的一个叠价 或者一个下降趋势的 一个价格的一个情况之下 现在我供给减少了 是不是这个叠价的一个趋势 容易被扭转 至少它不再跌了 供给就已经减少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原本就是处在一个 所谓一个价格平衡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你突然供给减少 需求还是在 聪明的各位 供需一改变 是不是未来就有怎么样 就有涨价的一个可能 那不管是原本叠势中 叠价中的一个情况 变成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价格回升 又或者 在原本一个价格平衡的情况下 变成一个涨价的一个效应 那我请问各位 到底是利多还利空 这都还是未知之数 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你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就好比说今天大盘大跌 也很多人在担心怎么样 来 哇不得了啊 什么情况 今天新台币 也就是美元的走势 美元的走势创新高 就代表新台币今天怎么样 新台币今天破底 今天创新低 今天台币贬了一脚多 然后很多人担心 哇台币贬值 不得了 台币贬值会怎么样 外资会站在卖方 外资会呈现一个卖超 为什么 一定的嘛 我过去跟各位讲过了 当外资持有你台币 计价的这样的一个资产 你现在台币贬值的是等同 我的这个资产的一个部位 会缩水嘛 很正常 所以我一定要减持我的一个部位 这是再正常不过了 是你你也会这么做嘛 你姑且不算他的股价的涨或跌 你光是说我一个新台币的一个变动 我的一个资产就缩水 因为新台币在贬值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一些被动型 一些被动型的一些外资 他被迫当台币贬值的时候 他被迫一定要减少 他的一个台币的一个部位 很正常 甚至有人担心 这个资金会不会流出去又怎么样 会不会流出去 我们当然密切的观察 这个央行比我们还紧张 至于说他短线会减持他的一个部位 这个当然这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只告诉各位 看似台币贬值 很多人就在上面做文章了 台币贬值外资卖 外资卖那台股台股一定不好 没有错了 外资如果说持续的调节台股 对台股当然它会有负面的一个联动 但是话说回来 外资去年也没有卖 外资去年也没有卖 卖了5000多亿 到目前为止10月份 外资难道买超吗 外资还是继续卖 去年加今年就已经卖了快一兆了 台股没有因为外资连续两年卖了一兆 这两年台股是走空头 有吗 你告诉我 你看台股 除了说这段时间稍微整理一下以外 过去这一年的周线 过去这一年以来 台币被外资连续的一个卖超 那有没有 因为这样子台股是走空头 也没有 所以即便接下来有部分 而且我强调是部分的外资 这些被动型的一些外资 它或许会站在卖方 它或许会站在卖方 但是只要趋势没有改变 基本上他们的一个卖超 应该还不至于会扭转趋势 而且一样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台币贬值 难道就只有外资卖超这个利空而已吗 难道没有可以正向的解读吗 我这样说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台币 一样从周线看 有没有看到 最近的半年以来 最明显的一个 这是美元跌嘛 所以台币升值嘛 对不对 这一段 当台币来 在3月26号 在3月26号 当时台币从低档 28.645一路升到哪里 一路升到了6月1号 升到了最高点来到27块半 27块半 换句话说 在这一波台币的升值里面 我知道各位看起来会有点怪怪的 因为这是美元的走势 这是美元对台币的走势 所以美元跌就代表台币升 所以美元跌下一点 台币从这里28点多 一路升到了27块半 你看这一升 这个过程 照说台币升值 你看回想一下当时 是不是很多人 当时台币的升值 而且是强升 从28块多一路升到27块半 很多人担心什么 完蛋了 台湾怎么样 台湾是以外销为导向的一个国家 那你现在台币一升值 那开什么玩笑 那我是不是竞争力我就下降了 所以当时不也很多一些工具机的一个协会 工具机的一些工会 有没有 不都是联手去抗议 或者联手去陈勤 希望央行能够做一些动作 记不记得 更不要讲电子股 电子股几乎都是外销的 所以很多人当时又在担心 那不得了 你开始玩笑 28块多一路升到27块多 多升了1块多 那会不会反应在记报上面会出现什么 记报上面会出现汇兑的损失 很多人当时担心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对照当时电子股的走势 是不是也是在台币升值之后 它有小涨一段 然后后来怎么样 果不其然 在升值的过程里面 所以后面 整个电子股的走势也从很快的 从5月 当时 见到高点之后 来 我们从日线看比较清楚 有没有 当时见到小 来 有没有 当时3月 我们说3月的时候 台币从这里开始升值 初期电子股有先涨一段 可是后来有没有 后来有没有出现几点 为什么 反应的 反应的 这一波有没有 就是新台币的升值 那为什么 你说它刚开始贬值的时候 对不对 新台币开始升值的时候 为什么它前面还会涨 很正常 你新台币开始升值的时候 第一个 一开始大家会觉得 反正也不晓得升到哪里 只是刚刚开始 而且如果说你升值的幅度不大 你升值的幅度不大 通常 这些所谓的外销公司 它在货币的部分 在汇兑的部分 它会做一些避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不是持续的升值 这些对它的影响不大 反而 大家会想说 台币升值 什么意思 外资开始汇进来了 所以一样 现在因为台币贬值 被动型的资金 必须要卖超台股 那当时怎么样 当时为什么涨这一段 台币升值 一些被动型的资金 是不是被迫 怎么样 它要买超台股 它要争取台股的部位 那他们要买什么 一部买台积电的这些东西 这些大型的全值股 对不对 好 可是问题是涨完之后 这些被动型的资金 买完之后 为什么电子股大跌 因为接下来 发现台币怎么一直升一直升 从28块多 一路升一路升 一路升升到哪里 升了27块半 这一升升了1块多 那不得了 那会不会影响到 它的外销的一个接单的能力 因为你台币贬值 你竞争力就下降了 那再加上你原本 因为你做你外销的 我东西卖到国外去 我就假设我卖到美国去 我收什么 我收美金 那我现在我们美金是贬值 前任是台币升值 美金是贬值 所以我原本手上的拿着一些美金的部位 我变缩水了 所以怎么样 会反映在汇兑的一个损失上面 那这样不得了 大家发现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电子股 首当其中打下来 所以跌了 你看当时从高档 有没有 818一路跌到864 有没有 一路跌到多少 一路跌到700多 光是这一波跌的将近20% 指数跌到20% 你想当时有多少的股票 一跌可能跌到三成四成 都不在话下 但如果讲这些干嘛 当时电子股升值 当时台币升值电子股跌 那我说另类思考 现在台币怎么样 现在台币贬值 现在台币贬值 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 接下来电子股怎么样 接下来电子股 会有容易 会有机会 能够带领台股走一波 为什么 你说今天电子股也是跌 当然了 现在电子股跌 就跟当时电子股 还在涨一样 因为在台币贬值的一个初期 外资会被迫 它要减码台股的一个部位 当然电子股 包括像台积电 这些大型的全职股 必然也在他们的一个减码之列 可是当中我说台币连续的贬值 当大家只看到外资卖 可是相对的 台币的一个贬值 是会联动的电子股的竞争能力增加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另类思考 另类思考 如果电子股的竞争力增加 我请问各位 业绩会不会上来 业绩上来 会不会反映在股价上面 那一旦电子股反映它的一个股价 它的一个股价反映它一个业绩的回升 竞争力的一个加强 电子股占大盘 六成以上的市值 如果反过来未来电子股 因为台币的贬值 现在电子股在这里 位置这么低 如果未来走一波 你认为大盘有没有机会也带上来 你对于思考 我只是提供一个另类的一个方向 让各位去思考 因为我不习惯 我说过的 今天在那盘面上很多专家 名师名嘴 他们有他们的看法 台币贬值 怎么样了 对不对 他们讲的对不对 都对 只不过我喜欢从不同的方向 你不要说我高贵也是可以的 我喜欢从不同的方向 去找不同的一个解答 然后从这不同的解答里面 我们可以去看出不同的一个面向 对你的操作自然会有帮助 所以一样的道理 台币的贬值 甚至于这个礼拜 今天一个重头戏 所有九月份的营收会在今天公布出来 一旦公布出来之后 股价会有几天的一个调整 那你会发现 盘面上的股票怎么强跟弱会差很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重点 接下来对于九月营收公布出来数字漂亮的 而且下个礼拜我一再告诉各位 有一个重头剧叫做MIH 鸿海科技日的一个发表 那如果能够结合这两个题材 数字漂亮的 再加上又本身又是鸿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科技日的相关的一个概念 气球大联盟的概念 那我认为很有机会会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它会脱颖而出 到底有哪些股票具备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继续再聊 欢迎回来现场 我想刚刚进广告之前 我们跟各位提到了 今天在五点以前 全数的九月份的营收会公布完毕 好了 每次在公布营收的时候 各位也都知道 数字漂亮的 必然它股价会有反应 就好比来 见机 今天大盘跌200多点 甚至于盘中一度跌290点 它怎么样 它一开盘 甚至于攻上了涨停板 另外大家很熟悉的一档股票 中华化 今天怎么样 今天也是拉出了涨停板 为啥这两档股票这么强 七月营收 九月营收数字漂亮 年约双增 对不对 所以数字好的自然就会反映在股价上面 但是除了营收好 以后我也说过 下个礼拜 礼拜一 鸿海的科技日会发表 它这段时间跨入到 所谓的电动车之后的一个成果 两款的一个轿车 一款的电动巴士 你不要小看这些 我说第一个 你光是这些 这些所谓的小型的轿车好了 他跟菲亚特克莱斯勒 已经签订了MOU 一旦 这个发表会成功 是不是等同 菲亚特克莱斯勒 是世界前三大的一个车程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等同 他已经跨入了前三大 全世界前三大的这样的代工领域 所以我认为这整个结合电动车 电动车大联盟的这个题材 再加上九月营收公布出来 数字漂亮的这个题材 会陆陆续续的反映在 接下来的股价上面 即便大盘震荡 可是具备这种题材的 数字漂亮的 他就会脱颖而出 好 那我们上个礼拜 帮各位掌握了一档股票 我说过第一个 这一档股票 他整理了半年 突破了转强点 代表他的涨是怎么样 一触即发 而且过去量缩量缩量缩 现在量开始增加 代表资金已经开始进入 在这档股票上面 指标出现确立的买进讯后 法人也即将由卖转买 这个由卖转买 对不对 融资在第一档代表 筹码干净 那你想这档股票 我说过他就是MIH里面 很重要很关键的一档股票 当然这些股票他会轮动 但是你不用全部买 谁最早会发动 你就买谁 那我认为这档股票 接下来他最有机会 所以当时在放假之前 也把他当成是国庆大礼 而献给各位 那如果还没有拿到这档股票的 那还没有拿到这档股票的 赶紧等下节目过后 可以打个电话 进来把他拿到手 明天逢低 什么都不要想 直接买就对了 我们明天再会